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世里二地的见解方面有所差别 藏传与汉传佛教之间虽然有些不同点 但是两者都是佛教 在根本教义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点只表现在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方面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古元寺 应那个法杰大和尚致辞的邀请 来这边参与这个非常实诚的活动 就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一种交流活动 本来佛法就不用分东西南北 众生只要有佛性皆可成佛 因为佛应积修法观积度教 所以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 传了很多的宗派 有祖师在演变很多宗派 产生这些宗派的那个 各面的私生修行方式 所以说不管是汉传我们这个 中国佛教和这个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也好 都是佛陀 应所有众生的根气所交涉下来的 让大家能够浮沸沿荣的一种 协和法门 在这个法门之下 我希望将这个法门 这个汉葬和南传的宗教的团结弘扬之下 能够将这个佛法弘扬于全世界 让每一位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加持 庇佑 还有佛的智慧开启 每一个众生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共同的特点如承认是法应归一三保 四众弟子都按律部规定授戒 发慈悲心 意恶扬善 以政见破除三界烦恼 追求解脱苦与苦因 十方新闻王天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